大家好,苹果手机成功的抵御了华为 销量大涨52% 降价2000块,成功的逆袭 中国消费者起诉苹果反垄断案 依审败诉 判决认为苹果有市场支配地位 但是呢,并没有滥用 苹果在中国现在是好消息不断 究竟该如何看呢? 首先苹果销量大涨 国人更爱性价比,这是确定无疑的 苹果手机也好 什么山泉,什么打死也罢 闹闹哄哄几天,只需略微降价 销量立刻反弹,早就习以为常了 面对华为的强势进攻 苹果调整策略不断降价 翻倍直降2000块 4月份的销量终于大幅回暖 而根据IDC的数据 同样显示出苹果销量大增18% 反观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苹果的销量当时可是下降了6.6% 这一升一降之间呢 苹果的降价策略收效明显 至于消费者败诉 只能说苹果反垄断 反了个寂寞 苹果税问题早就备受质疑 大量的消费者开发者非常不满 苹果公司在欧盟 美国 日韩等多地 纷纷遭到政府调查或起诉 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 反苹果垄断的风暴 但是暖用都没有 中国则是由消费者首次发起 起诉苹果垄断 同样也是闹闹哄哄 无疾而终 原告说要上诉到最高法院 大家坐等结果吧 鸡蛋喷石头 清清楚楚 苹果大降价 算是把消费者给拿捏得清清楚楚 不难猜想 iPhone今年5月份的出货量 还会进一步的提升 而中国用户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向苹果反馈 那就是只要你的折扣有诚意 买买买就是了 伴随着iPhone4月份 在中国出货量的上涨 苹果的股价呢 也是来到了高点 上涨到了190多美元 苹果上一回创历史新高 是在去年的12月14号 最高来到了199.62美元 当天的收盘价是198.11美元 进入2024年之后 苹果股价与萎靡的iPhone销售 形势一同跳水 那么最低曾经在4月底 得到了164美元 苹果的降价策略 不仅让消费者买单了 在资本市场上 投资人同样也买单了 最新的利好呢 来自于中国的信通院 在本周二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4月份 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敏锐的媒体们通过倒推计算 4月外国手机品牌出货量 显著增加52% 三星手机在中国早就销声匿迹了 我们看到这个增幅52% 是从去年同期的230万部 上涨到了接近350万部 那么由于这项统计里的外国品牌 手机基本上都是苹果手机 所以这个数据的激增 可以完全归因为 iPhone的销量反弹 在今年的前两个月里 iPhone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 一度下降了37% 形势相当的糟糕 那么后续 随着苹果中国官方和经销商 持续展开降价策略 iPhone的销售在三月 同比转涨1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与一月份不同 中国市场二至四月份 往往是手机出货的淡季 所以较小的增量 也能够换来比较可观的增幅 综合今年前四个月的数据 iPhone在国内的出货量 依然从1820万部 下降到了1510万台 而IDC的数据也同样能够看到 在今年的一季度 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 下降6.6% 被荣耀和华为手机超过 当然也必须看到 用打折换增速的这种战略 也给后续的发展 埋下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IDC的分析师就说 iPhone苹果手机的出货量增长 反映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打折促销 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尤其是最近的5月份假期 以及618购物节 一些新的打折策略 但与此同时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用户 也展现出很强大的购买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将会导致更长的手机更换周期 那么对于苹果手机来说 6月10号的端午节的 WWDC将是下一个决定 iPhone销量走势的关键节点 全球苹果用户都在紧盯 下一代的iOS 苹果操作系统当中 到底会有哪些人工智能 AI的功能 而根据著名的电子行业分析师 郭敏奇此前的预测 iPhone今年的全球出货量 可能会跌到两亿步左右 如果苹果今年无法拿出 超越市场预期的人工智能 AI-GC的服务 那么我们知道 英伟达美国的人工智能 硬件GPU厂商 那么英伟达公司的市值 很可能会超过苹果公司 而围绕着外界纷纷扰扰 为这个针对苹果的各种说法呢 其实总结下来 无外乎以下这几个方面 包括了苹果的反垄断挑战 苹果的市场表现 苹果的生态策略 还有未来的前景等等 至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中国第一例消费者起诉 苹果垄断这个案件宣判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定 苹果在中国区软件市场 具有市场机市场的支配地位 但是没有滥用这个地位 驳回原告的这个 这个肃请呢 这件事情本身反映的 就是当下的总体环境 那么这个总体环境 究竟怎么样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这里呢就不做展开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们前面谈到的股价 那么短期之内 当然对苹果股价是一个促进 但是如果我们以今年以来 苹果的股价表现来看 和其他的科技公司相比呢 苹果股价在2024年 表现其实是不怎么样 下跌了大概0.8% 与纳斯达克指数的增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因此我们也看到 各大投行都下调了 对苹果的评级 多家投行下调对苹果的评级 从买入改为中性或是卖出 分析师对苹果的看好程度 也创下了四年来的新低 其核心原因还是在于 苹果手机的科技创新含量不足 每一代的苹果手机 特别是最近几年 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每年都长得一样 拥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创新才是科技产品的根本 而所谓的降价策略 当然短时间之内 能够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刺激作用 可是科技公司的产品 尤其像苹果公司这样的产品 在过去都是引领市场的发展的 如今靠降价来换销量 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市场份额方面的挑战 我们看的也很清楚 苹果在2023年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当中 总销量第一次超越了三星 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一名 当然在这样的好消息背后 其实面临着中国市场 苹果手机市场份额不断下滑的挑战 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诉讼的问题 虽然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日韩 还是我们中国 针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 最终似乎都是诉讼个寂寞 反了个寂寞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但是长期的影响依旧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呢 迟早会有个结果 那么欧盟方面 美国方面针对苹果所提出的反垄断诉讼 要求苹果呢要开放 它的一些这个端口 另外要降低它的佣金的费率 这可能会影响到苹果未来的盈利能力 原因也很清楚 我们都知道 苹果它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封闭的生态系统 而苹果的围墙花园的策略 虽然提高了用户的留存度和安全性 但显然也导致了外界 对它这样一种封闭的商业模式的各种批评 这样的围墙呢 迟早都会被击穿 迟早都会被推倒 而这一天无论苹果用多少的花招 让它不断的延迟 但最终呢肯定会走向开放 我想呢苹果自己不愿意开放 外面的人呀也会把你的墙推倒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现如今苹果内部 众多的iOS苹果生态的重要参与者 这些开发者呢已经越来越不满 开发者对苹果的苹果税 还有APP store的各种限制感到非常的沮丧 他们也在努力尝试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绕开苹果的支付系统 你想想看 当你众多的开发者都想要绕开你 都不想跟你合作 而不想使用你的时候呢 你说你原来所构建出来的这样一套生态系统 它自然面对长期的反对和压力 迟早呢就会被击穿 那么另外一方面很清楚的 苹果呢也在展开一些应对的策略 比如说面对压力的时候 苹果在欧盟和美国市场 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想要降低它的佣金的费率 还有呢开放了第三方的支付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始 有了第一步 那后面呢 众多的开发者和生态维护者呢 肯定会进一步主张自身的权利 肯定会继续要求苹果降低费率 同时开放更多的权限 而另外一方面不得不说的就是 苹果在2023年到2024年 随着华为旗舰手机的回归 那么苹果在中国市场 的确遭遇了众多的挑战 华为的回归给苹果在中国市场的 领先地位啊 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苹果需要来应对 来自华为和其他中国手机品牌 高端旗舰手机的激烈竞争 而这里面苹果公司最大的劣势 并不是所谓的降价空间 或是利润空间 而是他现如今创新不足 这一个根本性的劣势 也就是他的产品力不足 你这一次通过降价来吸引消费者 不好意思 当你如果一旦把价格恢复回去的时候呢 恐怕消费者会进一步的远离 那如果你保持这样的降价的幅度呢 那显然你的利润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且大打价格战 这可是中国品牌 中国市场 中国手机厂商 玩家们 可是司空见惯的 非常熟悉的 在汽车市场 我们看的就很清楚 那么关于苹果的未来战略方面呢 尽管面临各种反垄断诉讼和市场竞争 苹果仍然在积极的布局和投资 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 因为苹果公司认为 即便是所谓的苹果造汽车 也远远没有未来的人工智能 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苹果的故事 已经从一个中断的消费电子 已经从所谓的App TV App Car 转向为苹果人工智能 而且苹果公司希望 在未来通过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各种功能 和新产品 来推动整个苹果生态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 我们看一看过去的苹果电视 苹果的推出的硬件产品 特别是最近几年 包括取消苹果汽车 那么实际上 这一系列的失败 那么都让大家对苹果未来 在人工智能方面 他到底能不能够 像他自己所画的饼这样 取得成功呢 说实话 在推动产品力方面 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 现在的苹果CEO库克 和当年的乔布斯 真的是差了不止一个段位 恐怕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而正好符合当前的真实情况 无论如何吧 一场手机市场的人工智能大战 一场人工智能市场的手机大混战 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